字幕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這個愛車小奶照 1977年的Colorla還沒有帶大家看過 上次大家是看柯P去收車對不對 對 今天我先帶大家來詳細看一下 那另外呢 再跟大家分享我們到底還有什麼地方 需要再精進一下 我那時候齁 車主一問我 第一時間 多少錢你說一句話 裤子很好對不對 對啊 然後叫柯P去 柯P一個矮姐 柯P一個矮姐 但就是類似這種方式 沒有這個車喔 真的我以前就很喜歡了 可是其實我以前本來最想買的是 也是差不多是 七幾年左右的Selica 它跟它很像 也是無框玻璃 然後斜背的 雙門的 以前那個我那個好朋友 新竹那個藝能那邊有一台 我那時候看到一直流口水 大概 快二十年前 太久了吧 久了後來問他說那個車 他說沒辦法處理 後來他們就把它報廢掉 好可惜喔 好可惜的啊 所以這個正牌 我跟你講基本上已經價值十萬了 七幾年的車有正牌 很屌了吧 超屌的 然後再來這個圓燈 也是我很喜歡那個元素嘛 我就喜歡那個年代 Elena那個年代 你們朋友 你們阿祖阿祖 對啊 你那個野馬 阿祖阿祖阿祖 也是差不多七幾年的吧 那六幾的 那六幾的 對 祖公啊 祖公 對 對啊就是圓燈 然後車頭有點侵略性的 像鯊魚一樣稍微做一個延伸 有沒有 再來第二個重點 車型一定要打在中間 喔對 然後這個 所以打的是整排的 到齊那個年代 差不多是這樣 再來 一定要是鐵的 慢馬 以前沒有在管行人的啦 攏就比較長給你們家的事情 現在的車子 每一台你走過去踢到慢馬 不是你腳歐車 它可能就掉下來了 掉下來了 然後再來一個 第二個 鏡子一定要坐在這邊 然後你看 那時候 現在的車都沒有了 那時候一定要有這種通風口 通風口 已經蓋上面 對不對 護照是差不多類似的 那老車有很多地方 真的也很難維護啊 你看這個膠條其實都已經 硬化 然後邊邊都已經斑駁了 所以老車其實膠條 整理也是一個 很困難的事情 那大部分呢 都要用核的 就是你去拿那種通用型的 或別台車型的 慢慢去對 去撿 把它黏進去 還有這種電鍍膠條 現在都找不到 電鍍好像說什麼 2025年歐盟就要禁止使用 對啊 鍍鉤有毒嘛 所以慢慢這個電鍍跟鍍鉤都會越來越少了 所以以後經典老車的 另外一個元素就是這個 全車的這個鍍鉤四條 再來這個 輪子 我跟你講 Elena也一樣 再怎麼會跑 一定是要胖胖胎 尤其美國的車最喜歡用胖胖胎 就是甜甜圈嘛 開比很厚啊 很厚很厚 對然後輪子其實很小啊 這應該13吋而已吧 我猜 13吋 對啊 真的13吋 不過你看這個輪框 真的都秀的蠻嚴重的 這個打算之後 列入整備的項目之一好不好 把輪框也換了啦 因為這種日本車 要弄一個適合它的風味的 不要用這種類似八角圈的那種 到時候呢 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可能是要整理的 我跟你講這台車處處都是特別 門把是採用這種 它這個門把是固定的 所以它開關是在裡面 夾層的 再來米內裝是一定要的 細到不行的方向盤也是 古董車必備的 然後這個後面呢 這個鞋背也是 人家現在喜美是鞋背的對不對 現在又流行回哀了 對啊 鞋背的有一陣子 自從那個天王星TX5之後 鞋背就沒什麼人在用了 最近這兩年好像又要開始在炒鞋背了 Skoda也出鞋背的 然後那個 吉美現在來的也是鞋背 你看這個玻璃 多漂亮 那後面這裡有蝴蝶窗 你看 這有個開關對不對 翻開推出去 有沒有 蝴蝶窗 以前的老車都喜歡用蝴蝶窗 必備的 可以直接透氣 可是下雨天你可能 後面沒載人 你要自己關 自己關 對啊 這沒有電動的喔 蝴蝶窗很帥 好 然後後面這整個都是平的啦 後車燈也都還不錯 好 那這電鍍呢 這個稍微有點掉漆了 好 那這裡面的時鐘 我已經看已經不準了 一個時鐘一個時速 時速還會動 溫度表油表也都不準 我跟你講 它這個現在也不爛啦 可是 你就覺得這很爽 你不覺得嗎 我光這樣轉它的阻尼感 我就很爽 它這邊有一個放回數票的 以前收費站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測0到100 測0到100 我跟你講 以前啦 唯一測合法0到100 就是收費站 哦 你這樣講我懂 你現在我問你 你去哪裡0到100可以測 除了賽車場以外 一般的道路啊 你是不可能測的吧 對對對 你在市區 已經沒有一條路可以到100的吧 大高速後路 你也不能給人家停下來 你就算你從那個 休息站出來 你也是要緩緩加速嘛 你也不可能從 停在路中間 然後從0開始加速嘛 所以以前 唯一合法測0到100 就是 收費站 收費站 一開始就開爸爸的車 出去玩 載小馬子 嗯 好 叫小馬子拿個碼表 然後就 準備哦 回數票完 我等一下油門踩你就按哦 好 然後就 回數票給完 一直踩 歐底檔 按下去 100 然後就按 我記得那時候 測我爸的Acio 2.0的 10秒 要多快11秒 哦 那還蠻猛的耶 然後他這個冷氣是加裝的 以前的冷氣只要坐在這個地方 都加裝的 壓縮機是分開 系統是分開的 哦 你看這還有卡路啦 你看 有沒有 哦 沒漏氣的 這叫手套箱嗎 這維修孔吧 那我還以為有手套箱耶 可以放面紙耶 好不好 冷氣還會冷 正排 從南投開回來 那指揮標價了吧 已經有它的價值了 已經有 我們買二級嘛 對啊 我覺得光這三點 我覺得就符合它的價值感 好不好 然後天篷 天篷是比較難得 它這天篷是龍布的 正常那個年代很多車的天篷是做平的 它應該有重新整理過 對 因為要不然不可能這麼貼 你看 細到不行的排檔感 細到不行的手煞車感 都細到不行 而且還有外露 哦 這也是工業風 欸 工業風安全帶 而且那安全帶沒有預縮 那個跟賽車安全帶一樣 直接勒死的 直接勒 勒住 哦 都不能動 好 沒有預縮的安全帶 按喇叭 我跟你講這種喇叭 比較不會打架 聽了就 心情很好 被你按喇叭的人也覺得很好笑 你如果那個喇叭一樣 啪啪啪啪啪 我想 球棒是不是拿下來啊 馬上你這個按就是喇叭 戰鬥邀請嘛 好下來我們來討論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要整理 首先呢 車礦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找時間 去做一個 全面的床檢查 油水店 我覺得把它 保持這個 能夠行駛的一個 樣貌就好了 那外觀的部分呢 除了輪圈以外 我覺得還有這個方向燈 可是這個方向燈殼 我覺得難度不大 只需要我們去比對一下 看有什麼車型 差不多的 我們把它弄上來就可以了 好 重點來了 輪框 輪框要去哪買 你現在去燒肉場 這輪框都是現在新世代的輪框 不符合它的口味對不對 對啊 所以是不是要給它一個 有日本風味的旅圈 去哪買 不用 你不用講 我已經save好了 在這裡 來了 我去這個 日本外拍 飆回來的 這個是我跟你講 不是工商 那你要覺得是工商 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沒有 我就會去日本 派東西回來 那個樂天 Yahoo 日本還有一些其他什麼 Milo還是什麼 我雖然喔 日文我們小小涉略 但是真的要去跟人家溝通 這個我還真沒辦法 所以呢 後來我就找 找了一間叫買對 反正我簡單講啦 這我以前弄過 把錢匯給它 儲值在裡面 然後 我就可以自己自由的去下標 然後它都有 它的頁面全部有 日本各大拍賣場的連結 而且啊 有一些是需要競標的 買對會幫我標 這間公司會幫我標 而且中間如果品項 也要溝通的啊 他們客服呢 也會跟對方的這個賣家 溝通好 回報給我 好 問問你說 欸 對方說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你覺得呢 然後我在 在問語答裡面回他 他再去跟對方溝通 當作一個橋樑 簡單講就是 你有一個朋友在幫你標東西啦 簡單了吧 簡單簡單 OK吧 我們先開箱看一下 我這是標來好不好看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這怎麼買啦 我跟你講 我之前飛亞特500 有超多東西都是透過買對幫我買的 那時候我準備一大堆備品啊 裡面有一些國旗的 皮革啊 手煞車套啊 還有我買了一個 義大利的小時鐘啊 等等 那全部都是買對幫我買回來的 你猜我心中適合的樣子是什麼 會亮 比較亮一點 我是這麼低俗的人嗎 一定都要全鏡面電鍍那種感覺嗎 你覺得我是那種人嗎 登登 電鍍全鏡面 我想日本人有一個好處啦 我覺得 第一個他們對於二手品啊 他們給的折價幅度都很高 台灣有的二手的 賣的跟新的差不多 可是日本是真的有那種二手的概念 就是有用過的東西 他們真的賣家 我覺得會給的那個價錢 幅度都蠻大的對不對 你有帶過日本嗎 對啊 他們比較有二手的認知 這都用過了還賣人家那麼貴 而且再來第二個 日本人我覺得大部分 我買起來的經驗是這樣 品項都會比他們說的還好 台灣的在賣 每個都說九成九九星啦 可是日本我覺得比較不會 哪裡有個傷痕什麼 它都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收到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經驗是 只會比預期的好 大部分啦 也不是說日本就沒有壞人嘛 所以來拍一下拍一下 我們這是二手的 它雖然是有一點點的這個 痕跡 到時候我們再做拋一下 我覺得裝上去 至少應該是會比這咖好看很多 我自己的感覺啦 嗯 它來了兩箱嘛 一箱包兩咖 裡面都用氣泡袋隔開 好那這是第二咖的品項 還不錯吧 好 再開另外一箱 我們來看四個是不是差不多 會不會是兩咖一樣 兩咖不一樣 兩咖不一樣 應該不會吧 哎呀 差不多耶 有啊 它上面說明有寫啦 它說這個邊緣它都有拍 這個稍微有一點點凹 有沒有 這稍微有差傷 嗯 不過這個 對於這台車來講的話 總比它現在的狀況好 但重點 那都不是重點 泰山你猜它是四咖 我買多少錢 兩萬多台幣 你懂不懂行情啊 什麼可能這麼 貴 台幣四咖三千 什麼 四咖三千 看一咖多少 七百五 真的還假的 你說是日幣嗎 台幣啦 台幣 我怎麼說日本人真的 你在台灣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 你自己去找我看這個賣家 都要賣多少錢 覺得至少 一萬多 來個六千八千以上跑不掉 我覺得啦 而且運費 重點來了 多少錢 這那麼重耶 應該不便宜吧 我們這個運費四咖 一三卷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啦 它剛好現在有在做活動 我在它活動期間買的 大概兩個禮拜就送來了 好不好 這個我們再把連結有沒有 可以觀眾朋友分享 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你用翻譯就好了 它都有中文翻譯 然後中間的問語達的溝通 他們的服務員都會幫你溝通 除非你當然有親朋好友在上面 那另外一回事啦 其實也有朋友在日本 你要麻煩人家說 可不可以幫我去標那個東西 朋友自己也有工作 在那邊有事 每天在幫他幫你盯這些東西 在那邊幫你轉速 也會很不好意思 所以也不要麻煩人家 狀況下我都自己去標 我之前已經標很多了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像日幣便宜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在那邊逛起來 我去那邊買了什麼 我之前愛馬仕的小馬 掛在我的馬薩拉蒂中間 一個橘色的小馬 那也是在代標 請他幫我標過來 然後那個 GOROS 不是GOROS啦 我這個叫什麼 ARO 羽毛的項鍊就對了啦 這個是日本的啊 也是在那邊買回來的 都是買對 真的啦 小師有折扣嘛 最近在做活動 跟你們報一下好看的 然後當初啊 我找這個年輕的時候啊 台灣的拍賣啊 找一找 結果真的找到的都是 款式都是太新 味道真的不對 所以去日本 他們的那個 汽車文化比較久嘛 所以他們的古董車 老車 跟他們的那個 零件的流通 真的是比較多 再加上那個 匯率差 真的會有挖寶的感覺 而且啊 我們在買的時候 他已經幫你 把這個運費 當中會衍生的 碎金什麼 他全部都幫你 算在裡面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說 你買這個東西 運到台灣 可以選空運海運 你選完 你急不急這樣 然後你自己可以去選擇 好啦 那如果說 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樣啊 很喜歡買東買西 不管是不是車子用品 我是覺得車子用品 在那邊找是蠻好找的 你包括SC400 你那個燈殼 我也去那邊 請買對幫我們買回來的 真的都是買對買的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真的像我們這種 你自己要照顧你的車子啊 我跟你講台灣 有時候台灣的改裝品看久了 看得很膩 就差不多那些東西 不同家在賣而已 所以 我有時候我會去國外 或日本 而且它不只日本哦 它也有美國的eBay代表哦 也一樣很簡單 你只要逛一逛 按一按 中間有一個溝通的橋樑 幫你處理好 大家不妨可以去試試看 小絲的這個折扣專屬優惠碼在下面 你們自己去用 而且最近呢 在做活動 非常划算 你如果去買Day的那個 FB啊 貼文 按讚留言 有沒有 可以抽 GOLD ROSS水晶鍍膜體驗券 價值8000元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趕快去參加抽獎 買東西 找買對 保證 你買的都對的 很多朋友那時候在問我說 你的那些 阿里達扎的東西 貝亞特500 一大堆東西都去哪裡買 我都沒有講 這麼好的地方 我本來不想要分享給各位的 哈哈哈哈 結果 沒辦法 人家來找我們了 所以我們這次分享給你 而且還連折扣碼都給你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車就送去 一連串的換輪框 檢查 翻修 Let's go 今天 來到台北這個北越 他們很親切讓我們拍 我們要感謝他們 趁這個機會 可以知道怎麼來 圍繡一顆旅圈 好 那今天好 我們就進去 拍 四個輪圈 除了有撈掉以外 你要做的部分 大概就是 這個孔 我們要做平衡的時候 必須拿這個做基準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 你這個孔 跟這個外圓 它沒有同心圓 喔它沒有同心圓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孔 跟這個圓 有 偏離了一點點 那如果 偏離了大概是 兩根頭髮 你用這個在做平衡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 就上架浮動了 對 那第二點就是 因為這個圈的年份太久了 這個地方都沒有平 那這個地方你沒有平的時候 你裝上車的時候 對 它也不會平 那第三點就是 你這兩邊都氧化了 那你氧化你 一定要把它處理好 不然的話 你裝開的話 它才會漏氣 我等於說 我這幾個部分 我全部要一併處理 嗯嗯嗯 你拿回去你才有辦法用啊 老圈就是這樣 對啦 為什麼它這個圓會不一樣 只是中心圓 因為它這個輪圈是很久以前促造的 那以前的工業沒有那麼均勵 以它的年份來講 它可能是鋁合金輪圈的初期吧 那個時候沒有做那麼多 這個都弄得回來啦 嗯 沒有問題啦 好 好 好 謝謝 所以還是有一些地方 有變形 我換一條線的地方 就是 Odio的地方 哦 這邊是突出來的地方 哦 我邊推邊敲 它就會比較好塑形 哦 哦 因為底線是一個圓圈 所以你也沒辦法說 你硬推這邊 讓它出來就 這邊就好了 對 所以就要一邊推一邊敲 它硬力才會平出 也比較不好就列載 嗯 因為有時候你硬推 你硬拉它就列載 電鍍有圈久了 就會底面就會像這樣 嗯 中心這個盤面會不平的 原作就是因為這個 嗯 因為電鍍沒有關係 嗯 你看 我這樣一撕掉 它這邊就是有斷招 嗯 所以我現在就是 用車床 整平這個面 就會把 電鍍的地方 跟兩下的地方 遮掉 嗯 對 在這裡 你有什麼關係 還有什麼關係 我都沒有看到 我也有什麼關係 我都沒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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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 我拿 我都沒有拿 I got to know it ain't know me 隔壁的 專業的 他來問我 我就分開了 不不不 這鞭鎮1500 1200 這隻有鞭鎮給我嗎 有 有 他反而沒有測得到嗎 但他可能早期 每歸進來就二選一 他這分電盤都已經換掉了 基本上這個引擎的本體 跟台灣的瑞芝是同一顆 叫K型引擎 差異是差在旗管大小 然後本體上蓋都一樣 連分電盤這個位置都一樣 喔對 早期的電機師傅 他要確定電有沒有過來 所以他都會裝一個燈泡 你發動之後它就會亮 或是你發動它會滅 以前老塞都會這樣 然後剛進來我發現 因為那個皮帶應該啾啾啾啾 皮帶的聲音在叫 應該這一條 對啊 這條發電機 皮帶鬆掉 這麼鬆 你看 冷氣更鬆 所以你開冷氣叫得更慘 因為冷氣開下去 壓縮機重拖 然後它的電來源就是發電機 所以兩個就會一起叫 你大概五公尺以外 我就聽到你來了 咕咕咕咕咕咕咕 這台車的基本上看起來 體質算很好耶 現在我跟妳講 車車大概就有兩個 大致上的問題是 油錶不會動 再來就是溫度它是 偏高 它不動 水溫錶也不動 可能是要幫我看一下 好 那水溫錶我們做簡單的測試 看是迴路問題還是錶頭的問題 所有的日系車或者是一些歐系車 其實複集都是一個迴路開關耶 對 我們一般可能送訊號都是正極賽送訊號 Toyota這種老的都是複集送訊號 所以很麻煩 因為你複集是所有 你只要落車台的 全部都有可能會中 可能有可能一個螺絲鬆掉 阿屎不好 或是它離類當初在改的時候 跳錯線 你整個就開掉了 就等於是整個就反轉過來了 傳統的水溫錶在這 這個是水溫繩子 我們現在直接落地 它如果會直接壓錶 壓到最下面表示 線路沒有問題 是錶頭壞 那可比 對 開個紅火 然後我這邊我直接落地 有浮起來嗎 完全不會動 那就陷入的問題了 錶頭可能因素比較大 因為它有可能 它當初有改 有修過 拆裝過 它的這兩條水溫跟那個油錶 兩個可能有押死到 所以它變成它迴路 整個就不正常了 因為等於是你現在一開紅火 油毛就到底了 歐把掉了 對 那它迴路有問題 這台應該是台灣唯一一台吧 我長這麼大 我除了看了五門的 也沒有看過這個教室三門 我應該白金都改掉了 這個可以直接改成電子 對 它改電子了 它沒有白金的那個火花 火花器 這個是直接改成瑞絲 然後它改這個電子的分電盤 我們要往回找到烤耳這裡 它你現在車開起來 會比較沒力 它有一個原因 它的愛子的線沒有廢掉 正電需要過一個愛子去降壓 所以它白金會燒掉 那電子它就不用了 所以它這邊 這個愛子出來的 烤耳的正電 它會壓降到大概11幅上下 所以你的烤耳 再放出來的電就會變得很弱 那因為傳統這種 機械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也很簡單修 可是如果你前面的幾手 沒有處理好 你後面的人就很麻煩 因為你會殺不著 對啊 其實超多離類的 廢掉很多東西 又加了很多東西 這線頭都沒有包 這都很危險 現在看起來只有換輪圈而已 Toyota早期的車 挺像做得太細了 太細了 它可能是一個車殼 它放了不同CC數的引擎 然後它的卡鉗 有的是通風碟 而是實行碟 所以搞到最後 我們其實像我們以前玩樹立或幹嘛 你看到很喜歡的圈 可是你回來基本上 就有可能都裝不上去 不是輪圈上去之後 卡到避震器做 就是那個中間的軸套位置 大小不一樣 然後這個車引擎的修理 不是問題 因為它基本上 大致上九層是跟瑞絲是一樣的 只差一個化合器的大小 起管的大小 排氣管子不太一樣 那未來可以 其實可以升級到 可能到瑞絲 1.5 1.8 再大都可以到1.8 大部分的零件都是跟瑞絲是共用的 這個都美軍留下來的景點 後續要再維修啦 因為其實這個 很多老師傅也沒有摸過 像我是 也沒有摸過這台 可是其他的品系差不多 只是因為構造 基本上就是大同小異 你如果車到算這樣算漂亮 這個比我大了 嗯 還是車到回家會有 我請摸車 喜歡嗎 喜歡帶一台回家 挑一台回去分級一下 順便記錄一下 有沒有 兒時的回憶 對啊 我這台車台算漂亮啦 因為很多橡皮鍵 基本上也都沒有爛 像我那一塊 人家說 久了嗎 有的都會破的 而且這還是只有這裡 第一節小消音器 它有一點露 這都還圓躺的 還有LOGO在有沒有 以前Toyota早期的 用料品質 是真的 真的很好 你現在是省的話 現在是省的話 而且這台車很特殊 它排氣管是放橫像的 我們一般放橫像的可能是躺的 對 它是立的 它為了減省空間 所以它排氣管很特殊 是立的 其實日本車設計的是很有概念的 這後面有的 那個 鏡仔辦 鏡仔辦 早期都是鏡仔辦的 葉片師懸吊 我還有一個桶 這是阻尼桶 它這個阻尼桶 直接是吃到車內去 對啊 都沒後的 這台車真的很厲害 也沒有撞過 你說 這麼多年加減 有過一點碰撞 看起來是都沒有 難免擦重 對 一定都會有 而且這種塑膠件的彎角 你說 這個密合度這麼好 你打到這個是回不來的 而且你在台灣 你早期沒有網路時代 你光要修復這樣的車 沒有辦法 只靠老師傅慢慢把你敲出來 可是你敲一定 反走過必有的下痕跡 你敲過這個 這種滅一次 一定會立的立的立的 鍵兔劍都沒有辦法捧 而且很厲害 連燈具都很完整 也沒有龜裂 這組圈也很搭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美式的框 你需要整個瓶才會好看 避震器也沒有肉油 這算厲害 因為如果你有肉油 這一樣都會濕 這個都是Diamac 就是當年它做仿秀的 國油 這有這邊 這邊板機有一點點受傷 對 然後這個燈 可能都要從國外買了 這個台灣應該是都沒有了 可是這個美規的 其實在美國應該也不多 其實那個時候 日本車要外銷到國外 其實他們有點 我覺得有點像類似測試產品 可能兩三年就換款 所以你要買到童年代的料 其實不太好找 而且很奇怪 你在日本當地 找的型號 跟你美規的型號 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台灣買到老的 美軍留下來的美規 日本車 最後都會改成日規 因為買不到零錢 那我們等一下放下來 皮帶看看可不可以調 如果能調就先調 如果不能調 我們就要拆下來去核長度 它原本的機油幫浦已經廢掉 它原本機油幫浦在這邊 它改成一個 這個應該是 好幫手或是威力的電動幫浦 皮帶看起來是才換沒有多久 這種V型皮帶是追型的 所以它如果你掃開 這個皮帶盤會秀 它就跟沙爪一樣一滷一滷 剛裝的時候沒事 就是一段時間就要拉 一段時間就要拉 越磨越瘦 越磨越瘦就丟掉了 這個就是可能它換過 還沒有調整過 所以它就這麼鬆 應該是不太需要換 我們把它拉緊就好 OK 調好了 你要試發看會不會叫嗎 沒叫了 沒叫了 切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就就就就就 你一開到不知道哪裡就看起來 就看起來 看起來像皮帶它才換而已啦 可能因為沒有 還沒有吻合下去 所以它那個B型皮帶 尤其是水幫浦那一塊 很容易就秀掉了 通常都要調個兩到三次 它才會定型下去 對 然後壓縮機有一點異音 可是因為功能是正常的 它應該冷氣應該要超冷的 對 您的狀況還不錯耶 也沒有什麼內斂的聲音 到時候線路可能要再重新整理 它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把它廢掉比較安全 好 檢查完畢了 今天我們先把皮帶調好 到時候就找時間再過來超冷 可能線主都要全部幫我們弄一弄 再來就是看會不會把溫度弄出來 跟優表弄準確一點 到時候反正就是來見檢啦 反正有什麼問題再跟我們說 再弄一下 要買第二的喔 要買第二的喔 要騎回去了 會不會有改好的喔 改好的比較快 比較不賣啦 比較不賣 不是不賣 價錢出不夠而已 好啊 那這個就是到這樣 就先結束了 到時候我們就找個時間過來再弄一下 到那這邊才when 下工盤還有x2 綠色罐子阿 對 這台是那個 比較新的 沒有 這個是光陽DJ-One 這個比Deeao更少 這個出來只有幾年 這個現在很貴喔 沒整理的一台大概大概坐6萬多 那整理到就是殼漂亮的 可以正常上路的 大概都要8到9萬 因為當年賣的很少 因為這個沒有車廂 它這個只有 裡面就油箱了 對 它是沒有車廂的 然後這個就是它踏腳空間很長嘛 它整台車比迪奧還要長 對 啊 這是哪裡啊 好啦 我們就買這條的運動好了 這也很貴的 其實現在因為 太久換強勢淘汰二的行程 所以輔助比較多 所以現在野生的 阿公阿嬤在騎人 你問到基本上 都要2萬以上 才有可能收得到車 所以基本都要2萬幾條 所以阿公阿嬤 騎人不要看得清楚 會越貴越貴 因為它有分 有的會分有碟煞 古炸 然後可洞 鞋板 它的駕差就有落差了 這是古炸鞋板 然後這台車是 末代EV版本 它其實有分 中間有分很多很多代 這邊殼不太一樣 它有三個洞 那我們傳統的迪奧 車邊只有兩個洞而已 然後唯一也不太一樣 分得很細 因為它賣的週期算很長 從1991年一直賣到2003年 因為迪奧的零件現在還算好買 因為大陸還有搓零件 這個車都還有在賣 而且抖音或是U2 其實很多國外玩 Dial玩很瘋 因為泰國 泰國玩得很瘋 玩直線加速玩得很瘋 然後台灣有一些零件 還是都有在做外銷 所以維修零件不是問題 對對對 決定了喔 決定了就它了 那我這邊要貼雨獸出的 哇啥錢 來來來 賀成膠 這一疊喔 柯P的喔 我們買走了喔 賀成膠 賀成膠 怎樣你今天開去怎樣 有沒有冷氣 有很冷 有沒有路上一大堆人在看你 有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因為剛開去的時候皮帶一直叫 搞的喔 大家都在看這車實在沒有 尺度好高喔 也謝謝小緣幫我們檢查 那到時候 這個一系列影片會在後續再拍給大家看 大概就煞車整理嘛對不對 然後線路也整理嘛 那今天有幫我們把鬆掉的皮帶調好 就不會再嘻嘻叫了 然後輪圈如何 有符合這台車的風格吧 我覺得很配耶 小緣看到這台車有沒有很驚奇 有 驚為天人 下面 底盤也都很好 底盤都很好 哇 撿到飽了 好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分享這個小毯的部分 跟我們輪圈更換 這一次也非常謝謝買隊 它這個輪圈 幫我們這個從日本把它弄進來 一個品項這麼好 這麼便宜的輪圈 現在還有在舉辦這個 超殺運費優惠活動 使用我們的折扣碼 放在下方 可以折扣220塊 然後另外呢 參加這個活動呢 還有機會抽到價值7949元的水晶鍍膜 去買對買就對了 下次見 掰掰 有機會我要搞一台那個 尼可拉斯凱吉的伊聯納回來 你確定 我確定啊 很難耶 沒有排沒關係啊 只要是伊聯納就好 放在那邊我會爽 南港福特那邊好像有一台 南港福特有伊聯納 它旁邊有一間店那邊好像有一台 伊聯納很帥耶 伊聯納回來你那個車在旁邊就暗然失色 就是垃圾而已 沒有 我不敢這樣講 畢竟你們還是有車友尋屬 我有在裡面 我等一下被約出來打一頓 不行不行不行 你們開這個車都硬派的 看早上都很好 好不好